热蓝雾沙集选区 以人民行动党团队强调区内的肝膀精神 使社区就像个大家庭 而多项振兴计划 包括新建组屋年轻家庭迁入 也带动了这区的生气 除了援助生计受疫情影响的工作人士 团队也准备进一步照顾年长居民的需要 我们团人有句说法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很庆幸在财政部的时候 有机会推广建国一带配套 向我们的前辈们致敬 我现在在人力部 不久前也刚宣布 很快要加强我们的勒领补贴计划 让更多的安哥安迪 安公安妈拿到更高的补贴 带领四人团队前来进逐的 人民之声创党人林鼎 则抨击政府对抗冠病疫情不利 他说疫情初期 政府没有快速和果断应对 不断口罩短缺 当局海岸计划举办大型活动 包括装艺大游行和航空展 没有及时保护人民 探也指客工宿舍病例暴增 人力部长杨立明必须承担责任